各位同学来看到这边给大家留的七个作业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道题怎么做 首先这道题 它告诉你某二叉数里面有五个度为二的节点 问你该二叉数里面的叶子节点是多少 来叶子节点二叉数度为二的节点 那我们说叶子节点二叉数里面叶子节点总是比度为二的节点的个数多一个对吧 你这里有五个度为二的节点 那么叶子节点的个数就五加一多一个嘛 就六个呗 随地道题选C 这个题呢概念题没啥说的 看到第二题 一颗二叉数共有25个节点 其中五个是叶子节点 度为一的节点个数是多少 那么说二叉数五个叶子节点 那么请问度为二的节点有几个 度为二的节点有几个 是不是叶子节点减一个就是四个 然后这里四个的话剩下的是不是就是度为一的节点 那现在 五 五个叶子节点加四个度为二的节点一共是九个 九个度为一的节点就25减九 得有多少 是不是刚好得于16 所以第二题选A嘛 完了呀 然后看到第三题 第三题告诉你某二叉数里面一共七个节点 其中叶子节点只有一个 问你该二叉数的深度是多少 我们说什么叫深度 深度呢就是根节点为第一层 然后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有几层 那么深度就是几对吧 那现在告诉你总共有七个节点 叶子节点只有一个 什么样情况下叶子节点只有一个 那意思就是说叶子节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它永远是不是只有一个 那现在一共七个节点 叶子节点只有这一个的话 那一共几层 就一共七层呗 就这样一直画下来 画七个元素嘛 二四 二四六 什么七 这样的话你叶子一点是不是 永远只有一个 深度节 一二三四五六七 深度为七嘛 所以第三题答案选最后一个 然后来看到第四题 第四题开始呢就有一点点难度了 在具有二N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数里面 叶子节点个数 相遇到这种未知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举个特殊的例子嘛 怎么举 是N等于随便一个数字嘛 假如说N等于2 那现在2N等于解 是不是 意思是说有四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数 叶子节点几个 你自己画出来 你就知道叶子节点个数了呀 首先无论是什么二叉数 一定会有一个根节点 然后完全二叉数从左往右排 左边排一个 右边排一个 然后这里踩几个 是不是踩三个 那我这里一共有四个节点 所以再往下再拉一个 是不是就四个了 完全二叉数只能缺少右节点 它可以缺少右边的节点 左节点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这里一二三四 是不是四个节点了 四个节点 叶子几个 一个两个 两个叶子嘛 所以两个叶子 这里N等于二 所以两个叶子 因此这里 选B在 N等于二嘛 两个这里N等于二 所以一共是有N个叶子节点的 这第四题啊 第四题中一旦涉及到 位置数哈 举特殊例子 举例子 进去换一下就出来了 当然哈 它也有其他的做法 怎么做 来咱们看到第五题 你就知道了 第五题呢 这里告诉你深度为7的完全二 差数中 一共有125个节点 问你该完全二 差数中的叶子节点的数量为多少 第五题 赵提呢 有种说 赵提完全二 差数的话 按照刚刚的这种画法的话 按照刚刚的这种画法的话呢 哎 甜了 我感觉好像 嗯 有点难画 是吧 有点难做 是吧 来 其实第五题 很好做的 很好做 它也不需要你去花费多长时间去做 来 这里咱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先画一个 简单的 123 三层的 深度为3的 来 二差数 来看到 这里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也是属于完全二差数的 假如说这里 每一个节点 我都标一个号 根节点 为编号1 第二个为2 第三个为3 这个为4 你会发现这个4 第四个叶子节点 它的负节点是谁 它的负节点 是不是就是用这个4来除以2 刚好得到的整数 是不是就是它的负节点 它的一个 哎 它的一个编号 那有种说 那我后面再画一个呢 画成5 5是不是一样的 5除以2 商节 是不是商2 我只要这个商号 我不要小数 我只要商 这里商2 商2 它的负节点 是不是一样也是2 所以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 我只要知道了节点的数量 然后根据这个节点 我就能推出它的负节点是谁 那推出它的负节点有什么作用 那么来看一下 完全二差数里面 在这个二差数里面 它的叶子节点是谁 它的叶子节点 是不是有4和5 以及这个3 我都知道这个总的节点数量 一共是5个节点 总共是5个节点 最后一个节点是5 我用5除以2 得到它的负节点是2 那我现在再用总的节点数量 减去最后一个它的负倾 是不是就得到剩下的 就是所有的叶子节点的数量了 是不是就得出来了 来 大家好好捋一下这个哈 我先知道了总的节点的数量 然后知道了最后一个节点 最后一个节点 它肯定是叶子节点嘛 知道了最后一个叶子节点 它的编号 然后又最后一个节点的编号 除以2 得到它的负节点 然后这个负节点之后的 所有的节点 一定都是叶子节点 因此5除以2 等于2 得到它的负节点 是编号为2的节点 然后用总的节点数量 减去它的负节点 2编号为2的节点 等于三个节点 所以最后叶子节点的个数 就是三个 所以有的人说 那这段期感觉好像也可以这样做 那这里的7 有没有用 其实这里的7哈 就其实 没啥好用的了 这里的7 你就可以不看了 来这里 咱们来看到这一边 我们说到深度为7的完全二叉数哈 假如说我这里画画画画画 我中间就省掉不画了哈 然后假如说画到这 总共125个节点 问你叶子节点的个数 这里根节点是1 然后2 3 一直排到最后一个是多少 是最后一个 125 比如说这里画到每个位置有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关系 画到最后一个125 那我现在我要知道叶子节点的个数 我是不是用125除以2 得到它的负节点 那我用125除以2得多少 2 6 12 5 我 商2 22 得4 是不是刚好商62 我只要商哈 商62 所以说最后一个节点 它的负节点编号 什么62 那说明62之后的节点 统统都是叶子节点吗 我这里总共125个节点 减去62个节点 还剩多少个 是不还剩63个节点 因此叶子节点个数63嘛 第五题 选B 没了呀 正题 是不是很好做 来这里 第四题 第五题 我们是这样子做的 你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能不能这样做 第四题 不是一样的吗 来看到 第四题 我们总共2N个节点 问你叶子节点个数 对吧 2N个节点 矮话嘛 假如说这个是2N 这个是1 那这里2N 它的负节点是多少 是不是2N除以2 刚好是不是有N 然后最后 剩下的节点N之后的 是不是都是它的叶子节点 那总共2N减去它的负节点 是不是N 得到叶子节点的个数 还是N嘛 所以这里答案 一样的 还是选B 所以第四题 你可以设位置数 设一个具体的数字 带进去套 也可以像刚刚这个样子 像刚刚第五题 这种样子去做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去理解一下 第四题 第五题怎么做的 来接着看到第六题 第六题 现在告诉你 二叶子数里面 15个度为1的节点 16个度为2的节点 总的节点数 二叶子数里面 度为1的 度为2的 是不是还少了一个 度为0的 度为0的 也就是叶子节点 叶子节点的数量 总比度为2的节点数量 多一个 16个度为2的节点 那叶子节点 给它多一个 多少个 就是7个嘛 现在加起来 得解 这里需要每个数字都加 不用的 因为你每个选项 它的最后一位都不一样 我现在只需要把5加6加7 把它的个位加起来 那得到的数字 就是这条题 最后它的个位上的数字了 然后这里5加6 是不是等于11 11的话就11加7 是等于8 所以答案这里个位是8的 很明显 第六题选C嘛 所以这里第六题就讲完了 然后来看到第七题 它说是某二参数中有140个节点 其中有40个度为1的节点 现在我问你四个选项 应该选谁 有40个度为1的节点 那度为2的节点有几个呢 度为0的节点又有几个呢 不确定怎么办 我要做照题 那我设个位置数 那我设个位置数先把它算出来嘛 设什么位置数呢 假如说我设度为2的节点 数为X 那么度为0的有几个 度为0的节点 是不是也就是叶子节点 叶子节点是不是比度为2的多一个 就是X加1嘛 现在X加X加1 再加上度为1的40个 加起来得多少 是不是等于总的节点数 140个嘛 然后现在解位置数 2X加41等于140 2X是不是就等于99 X算出来得多少 40 9.5 对吧 X解出来得49.5 来 现在X带过来 度为2的节点 可不可能是49.5个呀 节点个数 它一定是整数 不可能是这种 带小说形式哈 那既然我解出来 节点数是有半个情况 说明它就不可能 有这样的2X数 所以第7题 选大哈 第7题选大 这种题呢 第7题 这种题 其实都比较简单的 只要你设位置数 然后你就能做了 但是总体来说哈 整个这7道题 你们可能需要花点心思去研究一下的 就是第4题 第5题 然后123 纯粹带公式哈 记住啊 叶子节点比对为2的节点多一个 然后呢 就是深度 也在地 深度为多少 那么总的节点个数是多少 然后第多少层的节点数又是多少 公式被捞 然后算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次的作业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